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便看一下日本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 以及他们对工作认证负责的匠人精神 在门口正在给网球拍拉网的一个小伙子 知道我的来意后就热情地接待了我 带我去选羽毛球拍的网线 神户室有好几家体育用品专卖店 规模大小不等 我来的这一家店离我家最近 规模也最小 它基本上只赖网球拍跟羽毛球拍 还有一些运动服和运动鞋 以及相关商品 工作人员大概有三四个吧 全是年轻人 我将按照这位店员的推荐 首先选好了一条价格实惠 又皆实耐用的 羽毛球拍的网线 967日元 56元人民币 拉线的手工费用是1540日元 相当于人民币90元 合计为2507日元 相当于人民币146元 他还说现在因为新开店是优惠价 我想在中国应该不用那么贵吧 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取货 他说要花四天 我说怎么要那么长时间呢 他说因为现在是新开店吧 又有优惠价 趁着这个时间 很多人都把网球拍和羽毛球拍 拿来这里来修理 我说好吧 帮我把球拍质量拉好就行 今天是木曜日吗 木曜日 金、土、日 早日是日曜日 日曜日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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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要四天才得 帮拉的费用要1500日元 买的线的费用要近1000日元了 这个是他已经换成小的店 怎么现在因为他是刚刚开店 所以他就是省优惠价 我买的是优惠价 好多人都在这拉网球拍 羽毛球拍这些 我在这买的鞋子 羽毛球拍都挺好的 还不大这个店 这三四个孩子干活 这位店员给我介绍的这款商品 原价1210日元 人民币70元 先按会员价卖 便宜了243日元 人民币13元 这边还有羽毛球拍卖 这个要14630日元 人民币856元 17000、19000日元都有 还有2万日元 人民币1200元左右 这些都是全球最好的品牌 UNICUS的球拍 在中国大概也是这个价格吧 我看到这位店员正在拉网球拍 问他用多长时间 他告诉我只用20分钟 就搞定 他说如果不熟练的人 大概要两个小时才行 我说我可能要半天吧 他就笑了 看他工作专心自治的样子 我顺便讲一下日本的工匠精神 截至2013年 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 日本有3146家 为全球最多 德国有837家 荷兰有222家 法国有196家 为什么长寿企业扎堆的这些国家呢 他们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他们都在传承着一种精神 工匠精神 被誉为精英之身的松下信之助先生 首次提出终身雇佣制 他说 松下员工在达到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 不用担心失业 企业也绝对不会解雇任何一个松下人 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多 积累的企业年金也会逐渐增多 即使从没当上领导 只要勤勤恳恳在一线做一辈子底层员工 也能在退休时拿到非常丰厚的一笔退休金 这样一来企业可以留住优秀的员工 员工也可以得到固定的保障 松下开创的经营模式被无数企业效仿 至于终身雇佣制度 也为二战以后的日本经济腾飞做出了贡献 所以日本人做事专注 有那么多人甘愿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不只是国民性的问题 更是制度保障的结果 是每个日本人基于自身利益而做的取舍 从下信之柱先生也很长寿 活到了94岁 还有被称为匠人中的匠人的邱山立辉先生 是日本手取一指的家具工厂 邱山木工的创始人 一身坚持做损手工家具 他说我不做用用就扔的东西 而是可以用一百年两百年的船式家具 邱山木工家具厂其实是个规模 只有34个人的小作坊 但年收入却超过10亿多日元 因为他们做的家具永远是超过客户要求的 他们生产的家具全部是手工制作 厂内无任何机械 也不会为了省事选择用钉子去镶嵌 并且服务到位令客服感动 邱山立辉的著作《匠人精神》 被称作走出低谷必读的书 他认为只要坚守着自己的理想 磨练自己的作品 坚持着自己那份匠人之心 也许他们现在默默无闻 但坚持总会有收获的那一天 今天我来把我的球拍领出来了 有友们看 觉得怎么样啊 我就很满意 因为它拉得真的很精细 而且下面还给我重新贴了一块扶手的胶布 看着就像新的球拍一样 这次拉球拍网 共花掉2812日元 这和人民币为165元左右 有友们觉得贵吗 但是手工确实做得很好 我很满意 打起球来更带劲了 日本人还很注重细节 将这次拉网强度的小纸条贴在了球拍杆上 让你下次来拉网的时候就知道要拉多少强度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悠悠们分享到这 感谢你们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在西瓜视频上 长按强烈推荐 并留言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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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